全国的投稿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我是David 来节目开始呢 再度恭喜全国所有好朋友们 David在这个端午节前夕 为您献上满满的涨停板 等一下我节目中讲到这些股票 你一定有 不管你看这个节目 还是你是David 还是LineAid的好朋友 或者你是这个月月初 五月底六月初 来拿到护国神山那份资料的朋友们 这些标股今天通通都涨停了 你一定有 当然也包含再度恭喜全国所有跟上 五月五庆端午 这个特别好康活动的朋友们 星期一跟你分享这个好康优惠 星期二我只买了一档股票 今天早上我还是买同样的那一档 新私房菜 又是现买现赚 涨停板 好了话不多说 节目正式开始 来好朋友们 开始数涨停了 来看我的电脑 3661世新 这个月份从六月初到现在 来观众朋友们看我的滑鼠 五月底六月初 David老师在电视广播 所有的YouTube币的平台 我都送了这份资料 我还跟你说 如果你3680加登 涨100块 你觉得涨多了 麻烦你看另外一档高价的 3661世新 6月1号收盘303 6月2号收盘298.5 今天3661世新 股价是526元 你自己算你赚多少 喜欢吗 不是走他 来再看一档 也是这一波 David老师一直跟你分享 说如果你觉得高 我这种内份资料 其实是全部的股票都大涨 昨天涨停的精彩 今天又涨停了 还有一档 资料里面的3131红素 涨停板 观众朋友们 我的内份资料们 总共只有6档股票 今天有4档涨停板 每涨停的我也秀给你看 金顶 还有一档 红素 那老朋友 三热八零加灯 还在创新高 观众朋友们 David 最近一次送你的资料 就在5月底 6月初 有非常多的听众 观众 投资朋友都来索取资料 护国深山的好朋友们 在过去这个月 这些讲的都是台积电的设备相关的股票 世新出来 世新做晶片的 这些股票 为什么David特别把世新加进去 老师 你不是讲设备股 为什么要加世新加进去 我说你去开头看看 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不是只有设备 包含这种世新 爱普这种 台积电不是爱普 因为爱普是做 利金内挂的 不是台积电内挂的 你回落想想这些表股 包括今天爱普要涨停 爱普今天已经498块了 你没有听错 爱普已经498了 离4月份你听到的100块 4月13日我们买进了100块附近 已经足足多了 四倍了 这就是台北股市这波厉害之处 不怕没有涨停板 不怕没有标股 怕你不敢买而已 包含David特别是今天早上买的 又先买现在涨停 你回落想想 David刚刚跟你讲的故事 没有趣 过去这三个多月 从3月4月5月6月到现在 一直有人告诉你台北股市 可能会回档 可能会如何 但你看David刚刚讲的 六档股票 全部都是台积电相关的 还记得David分享过的故事吗 大军未至粮草先行 下面意思 台北股市这个盘 这三天叫小涨 端午节之后 很有可能会再度大涨 你一定要先买好 你一定要先买好 来再看一下 你有先买好的朋友们 加灯是你的 对不对 3131红素是你的 3374是你的 对不对 3661世新 也是你的 哪一档你没有 老师那我只买一点点 买一张也好 世新买一张都涨200块了 只要买一张 300变526 你一张就赚20万以上了 不要说你没 因为我资料一定有赚你 好了 重点来了 老师那新的是什么 那新的是什么 来全高朋友们 我们今天几个重点 一个是恭喜大家 那一份资料没有 我不要飙到翻天 你赚翻了 第二个 要恭喜所有新跟上的朋友 今天再度新吃房菜 我会直接公开 全国观众朋友们 我会直接公开 你不用担心 我会分享 这样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它太 太少人知道了 不多说 来正式开始 上我们的字卡 上周的快散活动 已经截止 快散活动是6月16 所以上周6月16 6月17 跟上脚步的朋友们 紧接着6月18 星期四 只买了 6月18 台表科 时间9点半 有没有看到 Db老师很习惯 9点多就蛮好股票了 当天现百现涨定 这礼拜股价已经到130几了 我就不再赘述了 来 紧接着 昨天前天 跟上脚步的朋友 包括今天早上 办好手续 跟上脚步的所有新朋友 5月5庆端午会期 5个月会费 还5折 整个划算了吧 我从 我上次记得 有看到这个5折 可是去年端午节的事 所以错过这一档 请明年见了 那标股 我常讲 Db老师 老规矩 什么样的老规矩 早买 早享受 你早点来 刚刚讲的标股东西 包括今天早前也是你的 晚来也不会比较有折扣 没有晚来比较便宜这种事 我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这种优惠价就此这一档 这个礼拜过完就没有了 你有兴趣的更好 来 话不多说 全国好朋友们 对时对价 看我的字卡 我昨天也买这一档 今天早上也买这一档 不过昨天买比较便宜了 来 全国好朋友们 今天Db老师昨天邀约你很多次了 请大家锁定档 全新的我节目上 从来没有讲过的股票 朋友们做见证 我真的没讲过这一档 昨天买第一次 今天买第二次 我这个礼拜只买这一档 6416瑞奇电通 没拎过 很正常 你有听过才奇怪 6416瑞奇电通 早上买的 时间9点22分 所以昨天跟上脚步的朋友们 恭喜你们 今天现买现涨停 礼拜一跟上的脚步 昨天买的更便宜 我今天买148 149 昨天应该买在146 147 又涨停了 收盘没有锁住 没关系 来全国好朋友们 重点来 老师 这间公司 瑞奇电 是做什么的 来全国好朋友们 耳朵借我一下 我讲个小故事给你们听 如果联系都应该是去年吧 应该是去年吧 护国神山2330台积电 爆发了一件大家匪夷所思的案件 这是 应该说听都没听过 为什么 大家知道台湾的科技大厂 台积电是至军极为严格 其实很多台湾的科技大厂都是如此 你进去这个厂房 不要说你的手机 手机是不能带进去 它有内外网路分开 你是台湾的相关科技公司的朋友 你都要知道 你的手机是不可以进去的 所以你进去你的厂房里面是内部有内部手机 外部是你自己的手机 是分开的 内部有内部网路 外部有外部网路 是完全分开的 为什么怕害客 怕知道外泄 这些公司的资安这件事 最大的科技厂商 最大的价值在是资讯本身 技术本身 不是吗 不然被抢走了 那可不是几个亿可以解决了 最神奇的故事来了 最扯淡不可思议的故事 233里台积电竟然 不是现在 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 竟然出现机台中毒 大家想要求 难道有骇客入侵吗 可不对啊 我的内部网路跟外部网路是分开的 怎么会骇客 就揉了半圈 终于发现某个工程师带进去的随身碟 那个随身碟中毒了 你知道单单这个case 当然啦 最后清点之后影响没有很大 但少说呢 掉个几个亿是跑不掉的 损失个几个亿是跑不掉的 哎 听说没有啊 观众没有啊 全国投资朋友们 全国投资朋友们 你觉得这件事大还小 身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龙头厂商 怎么可以出现这种trouble 当时媒体的标题来写什么 难道是因为张周谋 离开董事长的职位 台积电的螺丝就松了吗 我记得当时的很多的新闻标题是写上相关的 好了 那问题来了 这个跟6416锐奇电通关系 锐奇电就专门做这个的 锐奇电的营业业务分两块 一个是IT 一个是OT IT就是资讯科技安全 OT是营运科技安全 什么叫OT 资安大家听过 那OT是什么 我既然就有内部网路了 我把内外网路分开了 我为什么要怕中毒 错 刚刚那个case就出现了 依旧有可能会中毒 所以这一家公司未来的发展在于说 我如他可以做出这种专门的OT机台 不贵啦 一台大概 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只都要知道是5000美元一台 就台币15万 那如果一次下单一万卡还可以打折 有会有不是打折 这是你一次大量采购 那个费用一定会降低 可是你要记得 这种机台的margin 那个利润非常的高 所以6416锐奇电通 其实也是台积电的相关厂商之一 你别听错 锐奇电通也是 好了 再看看刚刚的股价 今天早上买跟昨天买 刚刚好这是波段的起涨点 给您做参考 你来看看锐奇电通过去这段时间的交易 来不多说 看我电脑 我秀给你看就好了 6416锐奇电 今天盘通涨停 来来来 自己看 是真的有涨停板 真的有涨停板 来 你看锐奇电老师 我们买在这里也没有最便宜 我买在这里 我们也没买最便宜 14级 那是怎么买完就涨停了 来 全国所有观众朋友们 你会发现锐奇电这家公司 很少涨停板 很少涨停板 可是你看 这家公司原本的曲度是很平滑的 它是完全沿着这个K线 慢慢走 沿着这个趋势线向上 but 老师 你点的位置还真漂亮 我买完之后 开始拉涨停 我 David David带着会访朋友们 昨天买跟今天买完 早上开盘买完之后 怎么突然拉涨停了 这里是谁进去的 这里是谁进去的 给您思考一下 我昨天就买了 今天早上我买这里 你了不起买150块 观众朋友们 为什么David说这件事很重要 标股 如果从K线的逻辑来看的话 要看曲度的变化跟斜率的改变 来 全国好标们 如果你想学技术分析的 我刚刚这句在讲一次 如果你想学的 麻烦你把这句话听进去 股票会标要看斜率跟曲度的改变 不要只看K线 好不好 上述这一句 学会了 标股就是你的 我在讲一次 看斜率跟曲度的改变 这一档股票在这个地方 过去这几个交易日的斜率跟曲度改变了 你还听不懂 你把那个K线拿来做一次为分 跟二次为分 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很简单 这我以前在节目上我也讲过 只是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 总是有人听不懂 就很简单 你把那个股票拿出来做个斜率的改变 跟曲度 你去切割之后 就发现说 哎 台北要发动了 所以你常常看第一个股票 老师 你怎么知道台北要科现买会涨停 老师 你怎么这一半买的又现买会涨停 我从上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到今天 六个交易日 上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我总共只买一档股票 台北要科 这一半我只买一档股票 瑞奇电通 没了 至于什么世新 艾普 加的那个你之前就买过了 这就是David 超级简单的操作 但却很好赚 投资就是这样 David以前练经济的 经济学的第一堂课告诉你什么 People fast trade off 什么意思 人们要面临取舍跟选择 对 抉择 Fast off 那个 Trade off 跟着 People fast trade off Trade off就是 那叫什么 我们可以说取舍 来好朋友们 今天David老师已经确定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就一起进场 这涨停板就是你的 我的涨停 会议朋友的涨停 也是观众朋友你的涨停 这就是我的style 至于艾普会飞多远 我们就慢慢看他表演 至于世新会飞多远 又涨停了 我们就看他表演 这里拜三天艾普三个涨停 这里拜三天世新三个涨停 够厉害了吧 你在问我台北股市会不会涨 我说如果台经济这些标股全部都标了 台经济不会涨才有鬼 好了 今天故事我们稍微多聊一点点 有一件事很重要 也是David过去提醒过你的 你想想上礼拜这几天 David提醒你 如果我把艾普 跟合一 台北股市过去三个月最标的股票 拿出来对比 上星期你会觉得 老师合一很标的 来到这礼拜 老师艾普还在涨停 那合一 来观众朋友们看完电脑 我知道讲这句很多人家不爽 但没关系 你可以不开心 但是对的事情一定要提醒你 上星期三我再跟你讲艾普的事 对不对 我再跟你讲艾普的事 当时艾普股价多少 320级 我也跟你讲了 4743合一 我说你来比一比 老师人家合一在涨停啊 对啊 隔天合一在涨停啊 到上星期五合一在涨停啊 这礼拜勒 你会怕这礼拜升级股全部挂掉 可是你看看刚刚653亚艾普 上星也在这里啊 涨停啊 老师怎么直线喷 好多没有回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啊 今天又20分钟一盘 4月份带你买102块 4月13 5月份5分钟一盘 6月初解禁之后连续涨停 到这个月又来20分钟一盘 你看这一次啊 这个月已经两次20分钟一盘 他已经第三次被限盘 照标不误啊 没问题啊 你能够是标股啊 你能够是什么 就是过去这个礼拜 我就在跟你分享的 当合一还在涨停 当你的生计股还在大涨的同时 我一定要告诉你事实是什么 你该准备获利了结 把生计股的资金 在上个礼拜的最高点 换股啊 不知道为什么上星期三 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讲那一堆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 合一的解盲是最大利多 很多股票都一样 不是只有生计股 所有的股票都一样 你要永远知道 万般拉台 接为什么 没拎过吗 万般拉台 接为什么 两个字 想懂了 你就知道那个地方一定要卖 话不多说 今天节目还有点时间 我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来看我的刺卡 再度恭喜大家 我们今天聊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这张画面就好 来据个好朋友们 Devi一直跟大家讲 2020到2021年有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叫做mini-LD 上述画面是12.9寸iPad Pro 接下来会用mini-LD当背光源 backlight 背光源的重要关键 key supply chain 就是重要关键的供应链 好 长新材料 你没识彩我知道 没关系 FitchTech 做检测的 这个就是惠特 画面看到的话 这个就是惠特 晶圆光电就是晶电 大家知道 SMT就是台表科 上礼拜已经让你现场涨前台表科 我们已经从60块做到像130了 紧接着真顶也不错 还有一个档 6456GIS 你有没有发现 Devi老师老早就先把台北股市 关于mini-LD的最重要几档标股 已经带你先买好了 刚刚那张字卡 你现在看到绝对来得及 因为它可能会让你从今年的6月 到8月 到12月 到明年 你都在看同一张字卡 我再秀给大家看一次 刚刚的字卡 把这一张画面记下来 当然啦 今天鸿海大涨就是因为这个 是鸿海今天蛮强的 对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mini-LD最后的组装 因为它是iPad的供应链 在这里 全国好朋友们 这是惠特 这是台表科 这是6456GIS 都在这里 什么LG啊 什么Sharp 在那里 我们买没有 那不是台湾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 这是完整的产业 从最早前面的材料 到检测 到精力 到台表科的科合 然后到其他的 你看全部都在里面的 我什么时候带你买的 6278台表科 我三月份就带你买60块了 3月24号开盘 现在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现在130 上个星期 我还带所有新朋友 上个星期四 开盘再买一次台表科 又现买现涨定 这就是David的style 你也许会因为 老师你讲生技股 你觉得不开心 没关系 但我讲过 我只会跟你讲实话 涨多了 为什么那个地方要调节 因为最大的利多出现了 万般拉台接为什么 永远把这句话想清楚 David得到的资讯 远远比你多很多 而且早很多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什么样的股票 在未来这段时间 哪个时间点 会放什么利多 所以那样的位置点 你该做什么动作 给您做参考 希望你会喜欢这个端午节前 听听David跟你聊聊这些有趣的故事 节目最后 这张字卡看看就好 节目的最后 我也是在跟大家提醒是 下周我依旧会有新标股 全新的标的 所有还没跟上脚步的朋友们 请务必把握 五月五庆端午的超级优惠 会期五个月 会费五折 仅此一次 错过明年见 五庆端午 第二条 再次恭喜大家 现板现场停 那我由衷希望 说好朋友们 如果你真的认为 David讲的 有道理 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帮我按个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祝您端午休假愉快 咱们下周见